医生强调,一旦出门运动了,吃酱鸭药时间就要调整,别害了自己。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卧室,李大爷睁开眼睛,看了看床头的闹钟才五点半。 他轻手轻脚地起床,生怕吵醒还在熟睡的老伴。 穿好运动服,戴上帽子,李大爷悄悄地溜出了家门。 今天是他坚持晨跑的第一百天,李大爷心里美滋滋的。 然而,就在他准备开始热身时,一阵眩晕感突然袭来,他扶住路边的树干,勉强站稳。 奇怪,我的血压不是一直控制得很好吗? 李大爷心里暗想,他摇了摇头,决定继续他的晨跑计划。 殊不知,这个看似简单的决定,将为他带来一场意想不到的生命冒险。 李大爷名叫李志明,今年65岁,是一位退休的建筑工程师。 他患有高血压已有十年,一直在服用降压药物。 自从退休后,李志明开始重视锻炼,每天清晨都会去附近的公园晨跑。 这天早上,李志明在公园跑了不到十分钟,就感到一阵头晕目眩,呼吸急促。 他停下来休息,却发现自己的心跳异常加快。 正当他犹豫是否该继续跑步时,一位沉淋的邻居王医生恰好路过。 王医生见状立即上前询问情况。 了解到李志明的症状和用药情况后,王医生皱起了眉头。 李大爷,你平时几点吃酱压药,我一直都是早上六点半吃药,雷打不动。 李志明答道,王医生摇摇头,李大爷,你现在的情况可能是因为运动时间和服药时间不匹配造成的。 我建议你立即回家休息,并且调整一下服药时间。 李志明一脸困惑,可是我一直都是这个时间吃药啊,怎么现在突然就不行了呢? 王医生耐心解释道,李大爷,你要知道,运动会影响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和吸收。 特别是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,运动时间和服药时间的协调非常重要。 这番话引发了李志明的思考,他开始回想最近的身体状况似乎确实有些异常,只是他一直没有在意。 回到家后,李志明立即查阅了相关资料,他发现运动确实会影响降压药的效果。 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,2018年修订版,一,运动可以降低血压,但也可能会影响药物的吸收和代谢。 李志明决定向自己的主治医生咨询。 第二天,他来到医院,找到了张医生。张医生听完李志明的描述后,点点头说,李大爷,你遇到的情况并不罕见。 很多高血压患者在开始规律运动后,都需要调整用药方案。 张医生解释道,运动会引起血压的短期升高,但长期来看,却有降压效果。 对于服用降压药的患者来说,如果运动时间和服药时间不匹配,可能会出现血压波动过大的情况。 二,那我应该怎么调整呢? 李志明急切地问道,张医生给出了以下建议。 一,调整服药时间,如果坚持早晨运动,可以将服药时间推迟到运动结束后。 二,监测血压在调整用药方案期间,要更频繁地监测血压。 包括运动前后的血压变化。 三,渐进时运动,不要一开始就进行高强度运动。 要循序渐进,逐步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。 四,注意运动强度对于高血压患者。 建议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,如快走、慢跑等三。 五,避免剧烈运动,高血压患者应避免举重等剧烈运动,以防血压突然升高。 李志明认真记下了医生的建议,决心按照新的方案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,李志明开始尝试新的作息安排。 他将晨跑时间推迟到早上七点,在运动结束后再服用降压药。 同时,他还购买了一台家用血压剂,每天记录自己的血压变化。 渐渐地,李志明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。 不仅运动时,不再出现眩晕和心悸的症状,日常血压也变得更加稳定。 然而,生活中总有意外发生。 有一天,李志明的老友赵大叔来访,两人相谈甚欢,一不小心就忘了时间。 等李志明想起来要吃药时,已经过了平时服药的时间两个小时。 李志明有些慌乱,不知道该不该继续服药。 他想起张医生说过,服药时间的调整要循序渐进,不能突然改变。 但如果不吃药,他又担心血压会升高。 就在李志明犹豫不决时,他想起了张医生给他的一个建议。 遇到特殊情况时,可以先测量血压,再决定是否服药。 李志明立即拿出血压剂测量了自己的血压。 结果显示,他的血压略有升高,但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 他松了一口气,决定按照平常的剂量服药。 但将第二天的服药时间稍微提前,以避免药物浓度在体内波动过大。 这个小插曲让李志明意识到,管理高血压不仅仅是按时服药那么简单。 他需要病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,并能够灵活应对各种情况。 受到这次经历的启发,李志明开始更加积极地学习有关高血压的知识。 他不仅仔细阅读了《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》,还参加了社区组织的健康讲座。 在一次讲座上,李志明认识了同样患有高血压的陈阿姨。 陈阿姨是一位退休的中学音乐老师,他分享了自己控制高血压的经验。 除了药物治疗和运动,饮食也很重要。 陈阿姨说,我现在每天都会喝点酸奶。 听说乳制品中的钙质有助于降血压四。 李志明对此很感兴趣,回家后立即查阅了相关资料。 他发现,确实有研究表明,适量摄入低脂乳制品可能有助于降低血压。 不过,他也了解到,饮食调整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,以免影响药物治疗的效果。 随着时间推移,李志明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。 他不仅能够坚持每天晨跑,还开始尝试其他形式的运动,如太极拳和游泳。 他的血压控制得越来越好,甚至在张医生的建议下,逐步减少了药物剂量。 然而,李志明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。 他深知,高血压是一种需要终身管理的慢性病。 他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定期复查,并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。 一年后,在李志明坚持晨跑的第465天,他又一次在公园遇到了王医生。 王医生惊喜地说,李大爷,你看起来气色真好,看来你真的把我的建议当回事了。 李志明笑着回答,多亏了您那天的提醒啊,要不是您,我可能现在还在糊里糊涂地用药呢。 王医生点点头,您能有这样的认识真是太好了。 其实,很多慢性病患者都忽视了日常生活习惯对用药的影响。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,药物相互作用和不良反应的风险更高,更需要注意五。 李志明深有感触地说,没错,我现在才明白。 管理高血压不仅仅是吃药那么简单,它需要我们对自己的身体负责, 学会调整生活方式,合理用药。 王医生赞同地说,您说得对,希望更多的人能像您一样, 重视自己的健康,学会科学用药。 这段对话,不仅是对李志明一年来努力的肯定, 也道出了慢性病管理的真谛。 科学用药,合理生活,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健康。 李志明的故事告诉我们,无论是服用降压药, 还是其他慢性病药物,都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状况进行适当调整。 同时,我们也要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。 其实就医,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科学用药。 健康是一辈子的事业,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付出努力。 就像李志明一样,只要我们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, 科学合理地管理自己的健康,就一定能够活出精彩的人生。 parking有顺约武装是一个公布的事业母的精彩。 原则我用药的捏制度iken和以读, 感谢观看